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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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老师 蓝的绿的 你就会很开心 他要不要跟我说句话 你就会很开心 因为你长大了 小孩子哇 鬼啊 吓得哭着跑了 小孩子就怕 因为你还小 还小嘛 因为怕嘛 胆小嘛 不要相信那个小孩子永远存在 你随着成长 明天的你跟今天都不同 不要记着你过去 你是什么样的 只是时刻你的朋友身上 没有任何东西 只是时刻你也不会害怕 我觉得你做的他挺安心的 OK了 这件事结束了 不要相信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目前也不真实 有些时候就是 我就是跟着我自己的感觉来 我说我应该跟这个老师 老师距离冲一出来 然后我用那个东西 随便你做吧 在你没成长以前总是这样的 今天跟感觉总明天跟着 说这就是我的感觉 后天又觉得好像不是我的感觉 我心里不是这样的 你总会不停地动 今天跟这个老师说 这个老师的东西好像不对 后天又觉得 这个老师说的也蛮有道理 是吧 因为你还没有 还在小孩子的状态 没有这样的评判能力 小孩子怎么能评判出 这个大爷说的对错呢 或者这个大爷真的是能 把他倒下生命的 这个大爷说的那句话 他就生活未来很有幸福呢 小孩子怎么能判定这一点呢 没有办法判定 做你自己 你可以跟这个老师 看见这个老师说不行 你就离得远一点 今天你觉得他好离他近一点 都可以的 允许自己这样子做 允许自己今天听他的明天骂他 都可以 允许自己这样子 那不叫犯错 那是因为小 年龄小 知道吧 允许自己活小孩子的状态 然后当你长大了 你就活青年的状态 然后活中年老年的状态 各个状态都有各个状态的迷茫 但是只要你继续修 你总有一天你会智慧圆满 用智慧去评判 就是说我有了这个体验之后 我就可能说 等到我用了这个方法 我从那里抽离出来 用了这个比方说 看一路门的视频 从恐惧里抽离了 就是这里面 就是出了这种方法 那蛮好的 感谢这个老师 因为他说了这个话 但我看到了我也害怕 怕怕 我才能够去找方法 那就感谢他吧 那再出来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是我会 是要找什么方法 我拿来用才可以 再出来再说 因为再出来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12岁了 第一次的时候你8岁 再出来的时候12岁 再出来你已经20岁了 所以你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是吧 所以你害怕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以你对这方法会不同 怕的东西也不一样 20岁有20岁的怕 7岁有7岁的怕 你说你怕黑 但是6、7岁的时候 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就算开着灯 你也觉得是很黑 因为你胖嘛 一个人小嘛 你会大哭 喊你妈喊你妈 你觉得 我一个人待着好恐惧 灯多亮的 但你20岁的时候 待在一个房子 你觉得灯还那么通明 你很安静 你把这种恐惧变成了安静 你还把不得 一个人待着那个房子 环境没有变 是你变了 知道吧 状态 什么所有的东西还在呢 灯还在呢 是你长大 你自然就不怕黑暗跟恐惧 知道吧 自然就不怕 你说怎么变的 就是因为你长大了 没变过 啥也没变过 就是那样子 但是你说 小时候 小时候有个说 因为怕事 老头给你讲了鬼故事 你说你长大了 你不怕了 还要感谢老头 讲鬼故事吗 从恐惧里面解脱出来了 有这回事吗 没有这回事 知道吧 你也不是从里面解脱出来的 说听了哪个老师的话 我解脱出来 这种支界都是 是你长大 只不过听了那句话以后 你长大 你不断地闻听佛法 你再成长 你如果不成长 你听谁的话也怕 知道吗 是吧 你不信 你怕嘛 那个蜘蛛在这爬的时候 你要怕蜘蛛的人 那个不怕 说是不怕 那个蜘蛛不咬人的 你还是怕 你说他那个腿 怎么好难受啊 是吧 你还是怕 但是你长大了 我就不怕 是吧 就这样子 但尤其自己恐惧 不怕的 尤其自己就那样子 好怕 不要 第二句就是说 为什么我会怕 为什么我是不是 找了蜘蛛的像啊 为什么我会怕 为什么我这么没能 没力量啊 后面这些才是问题 我怕 就是一个状态 后面那一串 统统取掉 为什么我怕 是不是着想了 哪个老师说的对 为什么他能影响到我 一大堆问题 那些东西统统砍掉 那些东西不要多想 我就是怕 我怕鬼 怕这个 怕那个 世界上很多 我看不见的东西 是吧 我怕 那个老师说有 我就下桌了 那个老师说没有 我就好像心里好一点 至于到底有没有 你也不知道啊 是吧 你敢信谁的 我说没有 他说有你信谁的 但你可能说 今天坐这儿了 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 要不信你的吧 谁说的感觉舒服 信谁的 知道吧 他没有 你觉得 好轻松啊 那就信我的吧 我告诉你 我不骗你 他真没有 但也不见得 你的老师看到的是假的 每个人有自己的眼睛 会看到不妥的东西 会不会是他老师自己画的 看出来了 就是有没有 应该是不是 接着自己心里 也不是吧 就是说每个老师的 他有些外界 在这块 他这个 就是一个 东西吧 但是这个东西 还不能测为附体 就银性的一个东西 比如一个虫子 或者一个什么东西 这一类的 大家还不上附体 这种东西 但是它会压迫神经 到你有时候出现一些睡眠 或者会影响到一些状态 但是这个就是说 看每个老师的证量了 老师直接也不接得有错 但证量不透 他会对这些东西的 就是说 你十岁二十岁 证量就是说 你成长到多少岁了 你那个对他的 你觉得 就是说你七八岁的时候 你看这个小哥哥在旁边 你也说 离他远点真的 你觉得他会咬你 但是对一个二十岁的人 看见那个小哥哥 就觉得他会咬 叫他留着吧 不觉得没所谓啊 还有一个就是 每一个老师 假如说很多老师 坐在这 甚至你们有神通的 比如举个例子 再举个拿我去 我坐在这 我跟他假如有缘 我跟他有缘 这个也是个老师 他也跟他有缘 好 但是他跟他的缘是母一式的 我跟他的缘也是母一式的 就是说 我们是不同式的缘 是吧 但是呢 那么他如果有神通的时候 他看他 他就会看到 他跟他那一式的东西 他会在他身上发现 那一式的东西 就是他有缘的那一式的境界 就会呈现出来 就像司空错位一样 那一式的东西就会呈现出来 形成他们之间的交往 之间的一些东西 那我呢 我会发现他这一式 我跟他那一式的 那比如说 我会看他 假如说他给他是明朝的时候的缘 我给他是清朝时候的缘 那我就会觉得 哎呀 他怎么像清朝的女孩子 他穿的是清朝的服装 什么 我会在境界里边会看他 说 你是清朝的 怎么怎么说 他一定是说什么 是清朝投胎过来的 那你是我什么 他会说 你是明朝投胎过来 你是我 但这两个并不毛多 不是这两个人说错了 只是他看到了他的缘 我看到了我的缘 知道吗 但是这两个都不对 都对也都不对 因为除非佛你缘觉 缘觉的人是说 哦 了知这一切 说 哦 我跟他清朝缘 是有看到清朝的 他的在清朝里边的生活状态 啊 喜气啊 他跟他有明朝的缘 所以是在明朝的时候 他们再过一起 就看到了 佛是了了分明 一切都知道 说你跟他 你跟他一定发现的是 你跟他的缘分里边的事 你的世界里 跟他的世界里的事 他跟我的缘分 如果你的神头 不够圆绝的话 你是看不到的 就是 假如他的神头 宿命头 他不够圆满 他是看不到 我跟他的缘分的 他只能看到 他跟他的 嗯 所以按照空性 他会看到 他跟所有人 他会 他会了了分明 你跟他是什么 跟他是哪一世的 跟他是 跟那个狗是什么缘 跟一切之道 但是最后告诉你 所有的缘都必进空 缘起心空嘛 必进空 所以不要着缘的像 那你缘你要了呢 还生生死的能了完 是不是 首先知道 你是了不完的 如果你了知 他必进空 就了完了 知道吧 了 当你了解 这个界地的那一天 你就了完所有的缘 否则你生生死的缘 无量无边 这还别说人力的 你还有个动物的 你吃了那么多东西 你那些沙烟怎么了 你吃了鱼 你大家喜欢吃那个虾的 吃螺 那个螺的 还不知道吃了多少 你再一个一个了完 是吧 了不完 知道他毕竟空 你就了完了 但是 随缘了就业是什么 你在人道修行的过程中 就是一般是同利 就是说 你狭路相逢了 这个鱼特别深 然后他就找你来了 或者是你跟他就是 就遇到一起 就待在一个房子 家里了 比如通 成了兄弟 成了兄弟姊妹 成了父母 成了亲人 成了爱人 成了什么 或者是同行道友 而且每天都面对面 这个你要了 即使了不了 了不完 但是每天他耗上你了 他眼里全是你 然后大家 不管你越善越 这个你就了吧 你说我的 我的按住空心 一切缘都是虚妄的 我跟你没关系 但是他说 我就跟你有关系 这一辈子 你是我生的 跟我没关系 那一切都是假的 那你妈也跟你没关系 是吧 那亲戚有交情 都跟你没关系 但是这辈子你是我老公 你是我老婆 你就给我有关系 这辈子你是我生的 这辈子你是我同行道友 等等 那你就了这些约吧 因为他执着 即使你了解 毕竟困 你要得了这些约 或者你知道 上一辈子 你就杀过人家 是吧 你遇到了 人家说 我就想干掉你 或者是不是 佛教里面真的有这样的 他到最后 比如参通二祖 最后还是被杀同 自己跑到 自己去被杀了 他也是了些杀业 因为 那个为什么要了 因为他已经正如 必进空的境界 其实已经了了 在空性里面 已经没有像 已经了了 他的流通的血液 都是白的 就圣人的境界了 但是这个众生不让 这个众生说 你欺我求命啊 这个众生不让 就是 这个众生不了 说你一定要 实现一个被杀的乡 你才还我命来 其实对一个 修道圣日证件的时候 他已经 已经超越 抽离出了 这个三维子是个幻境 所以我还你 一个被头砍 的状态 还你这样一个事情 我也被砍下 头这不俩亲了 是吧 所以二祖最后 不是被砍到 但二祖的境界是 讲头领白日 犹如窄冲锋啊 就像风 你知道就像冲锋 窄冲锋啊 就像冲锋吹拂 梁叔叔的 我们很疼的 所以在我们 没有成到以前 没有正到二祖境界的时候 也暂时就像这些杀业 也躲一躲 不要聊啊 又割了头 你咋修呢 是吧 选择什么样的了 了法也要割据 自己的承受力啊 是不是 你说我跟他结婚 我就能了缘的时候 你承受不了婚姻 带给你的状态啊 你的情感力非常执着 你又较真 又着笑 再有越控制越基督 称呼一大堆 意大利亚就一大堆 那你这个事情 法门不适合你 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法门一触动你 你解决就是 去全面爆发 你说哎呀 我爆发出来 这样我看到 我自己的状态啊 我不着笑 你能不着吗 你下地狱了吗 你很苦 你能不着你的苦相吗 你马上把全世界 都放下了去 去跟他没完 知道吧 是吧 所以这个法门 暂时还不使你和你 但是你说你长得很大 你成长了 到一定程度了 你已经破了 对情啊 欲啊 男校女校 全部破镜了 你去谈恋 肯定影响不了你 婚姻啊 爱情啊 怎么都影响不了你 那个法门 反正在那种法门里 你会感觉到 在家人 因为我们是在家人 都是有丈夫 有妻子 什么东西都不会 也如如不动 你的心里面没有挂 你不会再有控制机 多抱怨一大堆的 婚姻对你 就是在这个世界 要两个圆 但出家也好 清静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说你还不行 你还自己 一大堆习气的时候 所以要闭关 因为你出来乱 出来乱走 别人一说你 你就动乱动 所以选择法门 是根据自己的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